我们把大量的古建筑 今天用于了社会教育 这些新的大教室 能使更多的观众 更多的同学们来到这里学习 当然故宫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就是我们几十个庭院都非常的安全 春天 夏天 秋天 都被同学们把它铺满了 我想我们的博物馆 就应该是人们学习的一个大课堂 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片文化的绿洲